今天是台地探討過火車 出過第七天 我們是傳統民眾頭七 要向這個順執的市議員提供 台地所謂的市議員 我們要在這事情發生的時間 今天才九點二十八分 轉身的火車 作為來試驗了 台北像南站 要出發王台長的最後的車 六十里車主 在出發前 剛好另外一個外台 有車進展 兩人回家更無事拉拔 因為時間剛好 才去九點二十八 台地四公八車主 太多過後 發生一話當中的時間 事發的當下 就是九點二十八分的時候 明迪三十秒 不論在什麼地方 都能感受到 我們都祝福他 能一路好走 才去九點二十八 台地不用把四公八車主的車 也剛好做後連水都 經過四國發生第一點 特別減少 並且兩車起拉拔 為順著四季圓 也要在南站 台地的發電站 是在第一多台 安排這台的車 在車頭跟車兩邊 搭五四大 對數兩位 應用順著四季圓 台地火車告訴 陸聯議會 理事項 承諾 方公 同樣是 蘇議員 聽到火車 吃拉拔的 傷心 就只聽到 必勝的傷心 希望政府 可以 動時 剃度安全 我們希望這個民敵 能喚醒 社會各界 以及政府高層 對鐵道安全的重視 不是只有空談 不是口號 真正所謂的一切 要以安全為出發點 全台灣的火車 同沒吃拉拔在 那一段準 算上在三個車子 總共一百二十個車子 有這麼多 蘇議員 除了表達支持 也說 自從事情發生了 第一次的 工工 蘇議員 都很快 心情很擔當 希望 一會 這邊 其他人 讓蘇議員 在南部 尊重和安慰 也許 讓僅然 令員 協助 受付路況的令員 最大的建議 記者 綜合部都